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般在我们当前这么复杂的情况下 也不会把它耗费更 一般情况下我们能经过十来次路由 就一定能够到达数据包 如果十来次还到达不了 你就一定是火锅能够出的问题 听懂吗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在这里是不是标称我访问的协议啊 各位 这里既要标称UTP 还是TCP 还能标称什么 我的 其实除了UTP和TCP之外 它还能标出一些其他的更小的一些协议 比如说SYN协议 我们后来再讲 好吧 信邦协议我们后来再说 好吧 先放到这儿 然后这里有一个教验盒 教验盒 教验盒 这个东西是为了保证什么 数据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不要传错 数据的可怕性能 你想 我发之前 给你发数据报之前 我先把我的这个数据教验盒 保存在这儿 然后你接收到之后呢 你是不是再教验一遍 跟这包里的这个是比一下 如果一样说明什么 是不是包是正常了 如果不一样怎么办 他就会把它丢掉 然后告诉对方说 告诉员 你再过来一会儿 听懂了 所以我说我们这些地方 是不是都是有 插测教验 能听吗 插测教验 好了 各位 这些东西都做了解 OK 啊 记忆的内容 记忆两个东西 先记忆两个东西 第一 数据包 最大 多少 字节 64些可能还不太准 6535字节 然后呢 包装 默认 20个字节 最大 60个字节 最小20个 听懂吗 不能小于20个 这些20个全都是有效数据 有没有听 第三 各位 什么 IP记忆是32位的 为什么 我再说 不是我说了算的 也不是任何人说了算 而是 IP协议这哥们儿 看到了 他在包头里 是不是给他预留的地址位数多大 是不是就是32位 所以我们可用地址数量 是不是就是232次方 42億9千万呢 我说是不是早就不够漏了 所以 下一代协议当中 他把它给预留多少 说过了 IPP6 是多少位的 说过了 是不是128位了 他预留一个128位的这样一个位置 是不是远要高于我们的232次方 哎 您可小心啊 2的32次方 2的128次方 不是2的32次方乘以4 不是 而是 2的32次方乘以2的32次方 再乘 2的32次方再乘 2的32次方再乘 看过了 看过了 没看过了 啊 然后算一下 来来 多少 2的 减着了 减着了 128次方 看到了吗 据说可以给地球上所有的沙子分配 以及IPP6 能听闹 够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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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只能说目前够 就是说我 对吧 好了 那 想说什么 在IPP4的时候 我们的IP地址数量是多少 2的32次方吧 哎 所以啊 我们可用的地址数量一定是2的30方 但是 32的二星之位 完全无法进行换算 或者说 使用起来效率比较低 所以我们人为在干嘛 把它分为了四组嘛 把32的二星之位说 化为了四组 每组多少 每组什么八个 啊 4832 没错吧 所以我们的IP地址数量是什么 我们呢 32 这个IP地址数量是什么 什么就是 从 255 应该是什么 这个值我复制出来吗 我实在不行 太 还不行 得了 别犯了 老老师写了 12 我们来地址的范围是多少 啊 范围是多少 12345678 没错吧 没错 好 然后呢 对吧 最大吗 12345678 然后呢 没错吧 哎呀 你对不上 好像少赢了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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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就说 我们的范围是从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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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到多少 25-25-25-25 不是 我这个关了 那么 这些IP地址都可以正常使用吗 不是 不是 我们先待会儿来说这些东西 我们把它人为做了一个分类 我们人为做了一个分类 我们人为做了一个IP地址分类 各位 如果第一位 它指的啊 分类指指的是什么 小些 它指针对前八位来生效 后续的24位跟分类没关系 能听到 啊 那 如果前八位第一位为0 第一位是0的 则是A0 听懂了我的说什么 啊 也就是说 前八位 前八位 然后呢 第一位 为0的IP地址 为A0 那我就问你了 第一位为0 它从多少到多少 0 1234567 全是0 全是没有1 啊 最少是不是点有1 啊 然后点 多少 我就写实进制了 没错吧 到多少 0 1234567 点 255 点 255 点 255 后面是不是写这个太麻烦 我就写成了实进制 好吧 能看到啊 这是不是就是最小和最大 啊 那是多少 各位 AV地址是多少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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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到 126.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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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1.18 2.255 减去1.18 多少 1.27 那这里怎么是1.126呢 各位 127这个IP拿出来 它里面整个网段只有这一个IP可以 整个网段 本来应该是127.0.0.0到 127.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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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1600多个IP可以有 对吧 但是这个网段只有一个IP可以 就这一个 用来干嘛 表示我当前计算机的网卡 回关机制 任何网卡都有 听懂吗 那也就说AV是多少 多少 1.126吧 能听懂 这是人被规定的 不是你说的 就是写IP地址的人数就规定好了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记下来就可以 能听懂 啊 那BV呢 也就说 只要前八位头两位是10 它就是BV 啥意思 前八位 第一位 第十 前八位 的前两位 哇塞 这怎么能变得 前八位指的是不是就是后面都不算数 只靠这八位 没错吧 那么前八位什么 前八位应该是用10开头的都是谁 BV 能听懂的说什么 那也就是说我的IP有多少 10 123456 0.0.0.0 到多少 10 123456 255.255 OK,有没有问题,能看懂吗,没问题吧,那C位呢,指的是什么,前八位用110开头为C位,OK,那也就是说,最小是多少,123456, 诶,多了一位,多了一位,没错了,最大了,没错了,那它的范围是多少,多少,18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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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多少,223.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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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到了,那D类呢,D类呢,前八位用1110开头为D类,这是人为会定的,我们只要记下来规则什么就可以了,那也就是说,1110几个类,1234, 然后,到多少,11111和404,然后 aba9.255100。多少,到多少?11134就 我减16吧,多少,OK,那一类呢,最后一类了,一类是最类的,那就是什么,前八类,用1,1,1,还有类吗,再有类的话,是不是还会有剩余的IP地址是没有分辨的, 这是不是最后一类了,那是不是所有剩余的IP都给它了,能听到吗,那你说只要用1,1,1,1开头的就会干嘛,为什么,一类,也就是说,是从1234,1234,到1234,1234,是不是都为一类,那也就是说,从240.0.0.0,到多少, 是不是全为一类,各位,人类规定,你要做的事情是记下来原则,然后把分类记清楚,OK,但是,这些所有的类别IP都不用吗, 各位,我们深圳能够使用的IP地址是ABC三类,其中,地类专门用作广播网络,也就是说,整个地类的这些IP地址,它都在同一个广播里面,只要跟一个人说话,你只要发广播,所有的地类IP都能接受,各位, 它根本不是给个人用的,啥意思,如果你要用这个,首先,你需要买专门的广播网卡,其次,要去申请这种专门的IP,它根本就不法使用, 咱们国内可能都没有这个IP地址,没有给咱们分,就没有,能听懂吗,那一类呢,压根没有用,完全是预留了,现在是空白了,没有任何使用,听懂吗,那我们都用了事情, 那也就是说,我们最大能分,最小能分的IP是多少,你最大能分的IP是多少,23吧,所以看up windows,我如果给它随便分的IP,来,我这边写的24,它会报错,报什么,24不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IP,不能使用,能不能,你们能用的是多少, 一到二三,A,B,C,三类,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会做IP分类的吗,我给你的IP,这个IP是哪个类,A类,B类,还有C类,会吗,怎么看,怎么看,四组数就看第一个数,后来的数你是个随便写的,第一个数只要干嘛,在哪个范围之内,它是不是就是哪个IP, 能让我来说什么,能听,能听啊,能听 好了,先